你好罗欣 那么根据你目前了解这个情况 香港的救援队是不是已经到达了灾区了呢 是的 那么由香港红十字会组织的救援队呢 其实呢一直呢都在灾区呢展开工作 那么我们今天上午呢也非常难得呢和他们是取得联系 那么据他们救援队的在当地负责救援的先生 有一位姓沈德先生讲呢 就是目前他们的救援工作应该讲在那边开展的 还是非常困难的 首先呢在当地灾区呢是缺少饮用水 而且呢是缺少帐篷 其次呢还是缺少医生 所以呢他们希望呢香港当地的人呢能够多多的募捐 能够把这些东西呢尽快的能够送到当地的灾区 那么其次呢香港另外一支二十人组成的搜救队伍呢 也是呢在今天上午呢是抵达了德阳市的棉筑县 在那里呢也已经展开了搜救的工作 那么他们的搜救工作呢 目前呢他们呃带去的人当中呢是包括有医生 还有护士随团 那么这个救援队呢是第一支 那么其他的救援队呢正在等待呢 就是前方如果有需要呢 乡长会派出更多的救援队呢参加当地的救援工作 好我们这个这两天呢包括上海北京和全国的很多这个叫文艺界人士啊也正在进行叫慈善的这个募捐的一眼 那么我们知道这个香港的演艺界人士比较多 每次在内地遇到重大灾害的时候呢 香港都在这方面给全国的这些演艺界人士带了一个非常好的头 你所了解这个情况比如说TVB这两天会有什么新的活动 香港的那个明星明人 包括像香港的富豪在捐款方面的情况怎么样 因为他们对于整个捐款的这个号召力是很强的 嗯是的 那么香港香港的名人呢 香港的富商呢 在这次这个在这次行动当中呢 可以说行动是非常之踊跃 那么你刚才提到的香港艺人呢 我们了解到的TVB呢 在本周六就会举行着大型的募捐一眼活动 那么其他包括香港的富豪像李嘉诚 以及他的儿子都进行了大手笔的捐款 那么我们了解到到截至今天上午 香港地区总的捐款数目呢 是已经到达了8亿港元 那么在整个华人地区来讲的应该是比较多的 此外呢 我们还收到一个最新的消息 也就是今天下午三点钟 也就是不久之后呢 香港特首曾一全呢 会在立法会呢 参加一个问答大会 那么在这个大会上呢 他会宣布一个新的救援方案 那么目前的情况是什么呢 我们要等到三点钟之后 这个会议展开了以后呢 我们才会给您更多更新的报道 好 现在我们还比较关心的一个是呢 就是香港这个游客 现在还在这个灾区 还有一部分人 那么现在你最近了解的这个情况是个什么样 那么截至今天上午11点钟的时候呢 香港入境处呢 一共是收到了300多宗救援的电话 那么我们了解到呢 现在香港入境处呢 已经先后和其中的70多人呢 是取得联系 那么到目前为止呢 还有29名香港人呢 是受困在当地 并且还没有联系上 那么他们在香港的家人呢 现在非常着急 但是呢 内地的有关部门呢 已经协助香港的入境处呢 展开了搜寻的工作 好 非常感谢周鑫 从香港给我们发挥的报道 谢谢你周鑫 我们继续来关注 被困在灾区的上海游客的情况